所以短线走势就不用考慮 不如开多一点 放原价回来,再重新補处 如果你有想法,短期来说你如何看待 先收盾 收完盾,再想一个新的補处方式 隔三天,太危险了 任何短线補处都是 但如果论运程度,论走势上 gaming 也不用看 又是说上升到两万万万万万万千万万千大 落花利,浪跌于浪格 很少有一个很明显的夹淡仓势态在一月份 但是夹得比较有胜意 现在又穿24,000 下面没有什么太大重要的支持位置 都是500点、500点的移动 24,000穿了23,500 受到23,500逐个技术反弹上24,000 因为阴下降23,000 一穿到高分底 所以在短线来说 恒指的走势是不乐观 只不过就是环球股市进行向下调整的时候 它跌的会相对没有那么多 原因就是上年真的跌了很多 没有任何优势 所以从中线走势上看 有机会就是2020年3月开始 那时候就开始环球央行救市、托市等等 很多东西冲了上去 但是你说可能恒指或者港股 是第一个股市上面 就是将高分以来的升幅 全部扣出来 可能会跌到2万1左右这些位置 美股也有机会跌到高分底的位置 不过就是可能用长一点的时间 所以你如果选择去看股市走势上面 最大机会就是将这两年的升幅 慢慢扣出来 港股的好处就是扣了绝大部分 扣多过0.618 但是在说 就是看你持有什么部分 如果你是持有些刑户基金 我自己也是 你说月工、NPF那些零件 没所谓 因为我不是明年才退休 即是你做一些真的超长线部署 短线没有什么特别很大的关系 因为现在不是说要打仗 环球经济 所以纯粹这些东西要做调整 做一个correction 但是你短炒的话 跌穿2万3你都觉得够命了 其实我们看的新闻也是 我看到也很愕然 大家觉得上个星期的指数跌了很多 其实2021年第三、第四个 含指整天都是这样 因为大家纯粹可能升过之后 就会忘记了 我觉得短线你看到就是 在乐观点的角度就是 一月份港股都算是升市成交 大跌市成交少 但是问题就是自从联储局讲完 就是穿24,000两口 即是星期四、星期五 其实是大成交跌下来的 所以短期来说就是稍稍一点 所以港股升回200,000 才有机会脱险 才有机会会好 מכ苗 对我们最击的就是 像上年那样 成交车的反弹 和稍稍点Р故事 而袃空当然也是在yttically 科网股 还有内房股的相关产业 是的